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和我胸前的小孩一样 现在就挺晕的 因为还有三课嘛 哪怕前面考的不管怎么样 高考都还没结束 所以先继续努力 就用一个很积极 然后自信的心态去接着踏实考完剩下三个考试 加油吧 力挽狂澜 本来想趁着英语力挽狂澜 结果英语就是狂澜 如果在考试之中遇到了一些变数或者一些难的题 千万不要陷入到紧张的情绪之中 冷静下来 然后好好地思考 最难的尤其是三个主科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说就还是可以继续再接再厉吧 有的同学说就是前面有比较就是困难的科目 就也不要太着急 反正都考完了 最后就是看一个相对分数 也希望其他的同学都考试顺利 希望大家制度行稳 公道自成 然后都能去到理想的学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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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someone